字幕 李宗盛 Hello 又是我們開車去行山 這段片拍了很久但一直都未展 我們今次在東涌出發 走岸平棧 然後去到岸平市集 去食齋 經過心經簡淋之後 再回到東涌 不計食宴的時間 前後用了5個多小時行山 這段路如果夏天走 真的蠻辛苦的 大家記住做足準備 我們出發 拍好車就向喉皇廟方向出發 也可以跟著遊樂場協會 這塊牌的方向走 看到這個路牌 喉皇廟是右邊 經過這個東涌營 繼續沿著這條路去 喇 前面這位大叔在這裡拉緊筋 今天真的很好天啊 喇 喇 喇 然後來到這個位置會見到 有個樓梯進口 這裡就是 爆樓梯啦 好了,我們走了大約半個多小時 就會來到三號塔 這裡有少許可以休息的陰陽處 我們休息一會後就要出發 整段路都很曬,加油加油 加油 沒有太多體力,真的不要選擇這條路 還有,我們出發前記得要拉筋 還有,這麼熱,記得帶點補充電解質的飲品 休息多一點,或者帶點水果上來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 走多大概40分鐘左右 會看到這個塔 這邊可以看到整個機場的景 這些天氣走 再準備多點水 你有沒有留意我們走整條樓梯 一路上去,我們左邊都會有這些牌子 因為整條路徑是救援的路徑 很少很少段,就已經會有這些地位 就應該是被救援的時候使用 好,我們在五號塔休息了 一會兒就出發了 其實真的很簡單 沿著一條纜車的路線直去 我們的目的地呢 首先,我們一定要先去岸平市集 好想喝冷東西啊,救命啊 好,我們來到這裏 左邊就向尼勒山的郊野徑再去 我們就不向那邊方向 我們就向前面 鳳凰徑這邊 繼續去 總之記住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 像我平時 看著冷車 終點那方向去就可以了 陽光普照 什麼啊 那裏就是大佛 那裏應該是維修的大佛 對 這麼快就到了我們的休息位了 前面應該是 藍車總站 接著我們就去岸平市集道 走個圈 看看東西 走一會兒 吃點東西 好,我們去完經過市集 我們現在就去吃菜了 很多年沒有來了 大佛 不是啊,我早兩年的初一才來 寒山 走上來 走另外一條路上 這段時間大佛維修中 保養 Lunjui 遊 wand 一會兒 全是圓齋 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條路 向著這個方向去 走一會就會見到有紙紙牌 我們就向著紙紙牌心經簡林出發 牛牛啊 我的好朋友 車子是親他們的 我們到了 已經到了 這條路向著鳳凰境、梨立山郊野境這個方向走 GoGoGo 右邊這個岸坪營地封了 現在疫情關係不可以去了 左邊是梨立山郊野境 我們現在就是向中間這條路了 這裡有一塊牌的寫著地堂仔郊野境 對了 前面有個 寫著東山法門方向走 看到一塊牌向著這邊方向再走 下山的過程 剛才我們就在這裡了 繼續乾煎 乾煎哈嘍 我們不停下山 大概40分鐘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石碧坳 我們再向前面這一方向走 這麼快就來到石門甲 好 這條村對面呢 有個公廁 公廁之後呢 向著右邊這條路再走 出發 左邊這裡有個停車場 穿個停車場 對了 是這條路 繼續去 好 走出發 走出來這裡呢 看到停車場的 那我們呢 再向那個方向 去後皇廟那邊方向走 找回泊車的停車場 走到這個盡頭處 然後呢 就轉右了 要 對了 又見到這個 香港遊樂場協會東沖營這個牌 這個牌 那就是那邊方向沒有出 接著牌來到這裡 就是我們剛才出發的公廁位 好 這裡出來之後呢 我們梳洗完呢 就上回一輛車了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完滿結束啦 拜拜 如果你都喜歡開車去恆山 記得訂閱我們 和按一下小鈴鐺啦